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我看到很多同学都帮忙回复了 谢谢同学们的反馈 好的 那咱们就开始咱们今天的公开课 首先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是数据应用学院的主持人 我先为同学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些简单的概况 再次欢迎同学们来到本期由数据应用学院给大家带来的公开课 咱们数据应用学院是北美第一家驿站式专业人才输送机构 提供大数据和数据科学培训以及公司项目解决方案 咱们今天的公开课的内容是总挡住你拿offer的必学知识点 AV Testing 然后咱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邀嘉宾吴老师 给同学们介绍一下AV Testing这款的一些内容 下面为同学们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吴老师 咱们吴老师是在北美知名金融企业Capital One 做数据商业产品经理 然后咱们吴老师已经有非常多年的数据管理分析构架和系统经验了 那么在今天呢 老师会和同学们分享一下以下的一些知识点 这个包括AV Testing的四类指标 参数选择以及如何计算所需样本量 接下来呢 老师会和同学们介绍一下 如何为控制实验组取样本并进行测试 以及如何做最终的这个总结和report 那么如果对同学们对这个数据科学数据分析 这些相关的知识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了解一下由数据应用学院 马上要开设的这个新一期的数据科学家的求职训练营 咱们新一期的数据科学家的课程呢 在5月25号就会这个正式开课了 然后如果想了解详细信息的同学呢 可以扫描屏幕右端的这个微信二维码 和咱们的这个报名小姐姐取得联系 或者是屏幕左边有这些这个咱们数据应用学院的联系方式 同学们也都可以这个用使用这些方式和我们联系 这个联系方式都有 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官网datablab.com 或者加咱们微信号datascience 或者给咱们的这个training 邮箱发信trainingatdatablab.com 或者直接打咱们这个800的电话 800-485-7918 OK那除了咱们这个公开课呢 咱们数据应用学院鼓励同学们 关注咱们这个 咱们数据应用学院的这个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大数据应用 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呢 自创号以来 获得了10万订阅者的高度好评 然后现在已经有1500多篇远创文章了 那咱们在这个公众号中呢 每天会和同学们推送一些这个 内推的工作岗位的机会 然后还有一些数据科学 数据分析 以及算法方面的面试题 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这个 鼓励同学们关注一波 然后关注的话呢 同学可以小描屏幕右翻到这个二维码 关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数据应用学院 还和AIP进行了这个深度合作 然后AIP呢 是一家这个提供数据类软件 开发类求职的 一站式服务的这个公司 咱们的这个特色的项目呢 就是这个Career VIP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呢 同学们可以是这个 找到工作再付费 然后咱们这个 相关的求职辅导老师呢 会使用人工智能 给同学们进行岗位匹配 大数据进行竞争力分析 以及这个在求职过程中 进行全程的这个指导 那如果对这个相关服务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使用屏幕下边的这个联系方式 和咱们AIP的求职辅导老师 取得联系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AIP的官网 AIPin.io 或者给咱们这个info AIPin.io发信 或者打咱们这个电话 626-566-1822 当然了同学们可以上标屏幕 左边这个二维码 这个和咱们的这个 求职辅导老师取得联系 OK那么接下来呢 数据用学院还会陆续的 给同学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公开课 首先呢 现在给同学们预告一下 最近的这几期 首先是下周六 然后其中的BFS DFS的这个相关内容 那么接下来是在下周日 下周日5月12号 西部时间的话是下午5点 回合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在北美的哪一些学校的这个数据类的研究生学位 是这个比较好的 那么对以上的这个三个公开课感兴趣的同学呢 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进行报名和注册 好的 那我这边的话 就暂时给同学们介绍这些 接下来让咱们把时间 留给咱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吴老师 请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今天的主要内容 吴老师 好的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现在可以 好 那我先学一下屏幕 好的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我这边是可以的 OK 那我就默认同学们也可以啊 如果同学不可以的话 可以打一个999 好的 好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 非常感谢主持人介绍 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公开课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是这个 A-B testing 我先把它全评一下 关于A-B testing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主讲的几个 几个内容 首先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它相关的概念 第二个呢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通过一个case study方式来介绍A-B testing的主要的流程是什么 需要注意什么 最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A-B testing面试当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随时在这个Q&A里面 可以随时在Q&A里面提问 我们最后呢会有一点时间 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好 关于A-B testing这个概念呢 我相信很多同学 可能都不是 应该不会特别陌生 尤其是呢 如果你在做跟产品啊 跟marketing相关的工作的话 A-B testing呢可以说 是我们这个居家必备良药 如果你对这个概念不是很熟悉的话 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明白了 比方说 这个 你不太确定 我到底是我今天出门呢 应该穿一个 马甲更受欢迎呢 还是穿一个风衣更受欢迎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分别拍两张照片 我把我穿马甲的照片 放到我的朋友圈里面 然后呢 再把我穿风衣的照片 也放到朋友圈里面 同时呢 你让一半的 可能这个一半的朋友圈呢 可以看到你马甲的照片 一半的朋友圈呢 看到你风衣的照片 两个小时之后 你发现你的马甲 什么 有100个人里面 收获了28个赞 而你穿风衣的照片呢 在100个人里面 收获了56个赞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比较confident 确实这个穿风衣比较受欢迎 是吧 这个时候呢 你就根据 A-B这个测试的结果 来制定 你之后的一个穿意的策略 那么A-B testing 这概念的本质上呢 我们说这个 他是什么 就是按照这个professor Stefan 他总结的是说什么 他主要是 他的本账的是通过 科学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什么是work 什么doesn't work 对吧 那么这概念是不是说 是我们是 最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发展 才有的呢 其实不是的 不是的 在我们任何的实验当中 在我们任何的科学实验当中 都广泛的 使用到了这个方式 对吧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你们做中学实验的时候 这么很多时候 就有一个控制组啊 有一个实验组啊 然后来进行对照实验 一个典型的例子呢 就比方说这个 我们说的制药行业 对吧 大家知道呢 在任何一个新药 上市之前 他会经过严格的测试 那么测试的时候呢 会找一些这个research 这个对象 然后呢 把他们对象分成两组 一组呢 给他吃这个什么 实验的用药 另外一组呢 是给他吃这个安慰剂 对吧 当然这两组药呢 看上去是完全一样的 医生和病人都是不知道 你吃的是哪种药 那么最后呢 等这个实验终极结束之后 我们去看 是否对 是这个实验用药的 这一组 也就是实验组 他的最后的 对这个病征的 治愈率 是不是高于 我们说另外 吃安慰剂 这组的病人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其实是 通过A和B 两组来测试 他们之间区别的 这么一个例子 为什么需要做 A-B testing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说呢 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伟大的人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实验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美国呢 也有一个很伟大的人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说过什么呢 他说 Most people are wrong Most of the time 对吧 大多数呢 大多时候 他的这个判断 都是不正确的 怎么办呢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A-B testing 因为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effective way 我们刚才说过了 来寻找到 what work what doesn't work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那这个带来好处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 我们说什么 他可以带来这个 我们从互联网的角度出发 他可以带来我们的 产品的流量的增加 对吧 而且这个增加是organically 这句话怎么说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我们说上图呢 是一个 这个图呢 有两条线 蓝的这条线呢 是我们的 比方说来自我们这个 网站的traffic 红的粉的这条线呢 是我们最后的conversion 对吧 这conversion呢 可以是 你比方说 最后完成那次购买 你比方说 在数据学院 最后成为了我们的学生 你比方说 这个可以是保险公司 最后成为了他的客户 那么上面这个图呢 是我们在保持conversion rate 基本上不变 不去优化他的情况下 通过购买这个什么 购买traffic的方式 来增加我们最后的conversion 那我们知道最后的conversion呢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进入到网站的 一开始的traffic 乘上你的conversion rate 就是你最后的这个conversion 对吧 那么通过conversion 最后可以转换我的revenue 那么下图呢 我们说 在我不去刻意的购买 traffic的情况下 让这个网站的traffic 来organic增长的情况下 通过不断的优化 我们的conversion rate 哎 使得呢 最后的conversion 也就是他们两者的成绩 达到一个organic 有机的增长的效果 那么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说我们 下面这种方式 对吧 我增长起来 它是一个organic增长 它最后的revenue呢 我不需要再去什么 不需要跟这个 比方说配的这个traffic 你不需要跟这个google去分享 对吧 而上面这种方式 很多的时候呢 很多的时候呢 你这个一旦你这个 配的traffic一停 对吧 配的traffic一停的话 你google这个adwords一停的话 很有可能 最后的conversion 就没有了 最后的revenue就没有了 那么除了可以增长 最后的conversion 这一点之外呢 它还可以带来一些 什么额外的好处 比方说abtesting 可以用来reduce risk 对吧 尤其是说呢 我们要推出一个 可能会被用户 影响比较大的 这么一个改变的时候 比方说我做一个 我是一个游戏的app 我可能呢 在里面 要引入一个 新的游戏的这个 评分的机制 或者在里面 引入一个新的装备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可能会对游戏本身的balance 有个影响 那么我们说呢 在这个引入之前 我们是不是给 小范围的给大家测试一下 而不是说呢 直接把它放到这个 最后的面向 所有的玩家 这样的使得 所有的玩家 他可能觉得这个 因为你新引入的 这个机制 打破了我的平衡 或者让我之前的 付出了很多的 这个时间和经验 都这个白费了 那么导致我这个 什么玩家的流失 通过这种测试的方式 我们可以什么 尽可能的降低 有这改变带来的风险 相关的呢 我们也是 一方面是增加 对吧 我们既然可以增加 它的conference rate 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方面 它就可以减少 它的这个bounce rate 以及增加这个 用户的engagement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 social media 比方说facebook 它不一定需要你conference 对吧 但是它可以增加 你的engagement 通过你增加这个 去post你的这个状态 去点赞 去comment 来增加你的engagement 最后呢 我们说 为什么ab testing 非常popular 因为它非常的 什么 非常容易分析 非常容易分析 这个呢 我们之后 还会重点来说 下面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 看一个ab testing的 那个所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是在08年的时候 我们说奥巴马的团队呢 这个应该是08年之前了 对吧 应该是奥巴马竞选 总统的时候 他曾经launch过这么一个website 叫做奥巴马08 这个页面上呢 我们看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么一个网站 它有一个background 然后下面有一个signup button 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呢 想通过这个ab testing的方式 看看能不能通过改变什么呢 改变这个页面的 这个background 就是它所谓的media 和下面的这个signup button 来看看能不能对我们最后的注册的用户 有没有影响 注册的邮箱 有没有影响 那么他们团队呢 我们说 这里要引入是两组不同的改变 对吧 一组呢 是对这个button 一组呢 是对这个background 那么对这个button呢 我们引入了四种 不同的这个按钮 分别是join us now sign up 对吧 sign up是原来是这种 learn more和sign up now 对于这个media呢 奥巴马的团队 引入了六种不同的方案 其中的前三种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这个图片 是一个图片 后三种呢 其实是一个 奥巴马在三个不同场合下的 一个演讲 那个演讲是一个短的这个video clip 然后呢 他把这个什么 把所有的button和这个media 进行一个组合 我们说有四个button和六个media 那么呢 我们总共创建出了24种 不同的组合 看看到底哪一种的组合 对最后的compression 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我在进入到下一个页面之前 先让大家来想一想 你直观上觉得 哪一种组合的效果最好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Q&A里面 尝试一下回答这个问题 你可以告诉我说这个button的话 你可以说是1234 这个media呢 你也可以说是123456 对吧 用123456的方式 大家觉得 觉得你比较欣赏那种组合方式 有同学说是Jong is now 同学说2和2 也就是Learn more 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 这种方案 看看同学们的 这个品位是不是跟我们 美国 人民的选择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尽量在这个Q&A里面 提问或者回答问题 这样的话呢 倒是看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好 我看有好多同学选择了1和4 1和2 基本上选择各种都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人民的选择 是怎么样子的 如果你选择的是Learn more 加上什么呢 加上Learn more 也就是2和2这个组合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是 你这个已经 品位已经跟美国人民一致了 对吧 我们看到最后 他这个比较呢 我们看这个什么Learn more 带来的这个 increase 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这个orange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增加的是 9.1% 增幅0.2的confidence interval 那么对之median来说呢 所有这个video的performance 都要差于 都要差于图片的这个performance 那么尤其是我们在使用这个family image的时候 就是黑白的图片的时候 它带来的这个提升 最明显的 最明显的 也就是说呢 最后我们的组合 最后我们呢 我们就看到的是这么通过AB testing之后呢 他们launch的是这么样一个页面 通过这个页面呢 最后有个统计 它额外带来的是 额外带来的三个million的这个email的注册量 那么我们说呢 平均一个email的注册可以带来20块钱的 20块钱的这个donation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最后是三乘二十 最后带的是60个 接近60个million的这么一个额外的 componentfonds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powerful的 为什么说AB testing用得好的话 你可以作为一个核武器来用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任何的公司里 对吧 如果给你的公司通过一个简单测试 可以额外带来60个million的revenue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achievement呢 是不是 你可以把它 你看你直接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你直接在公司里就做着 我们可以说做着火箭 做着火箭上升 我们来看一下 AB testing我们说了 它应用的范围很广 应用范围很广 那么同学直观上的 我们说呢 如果从一个product life cycle 或者是conversion的 customer journey的角度来说 从你一开始 比方说看到这个marketing的ad 对吧 你去点击点击完了之后 来到这个网站 来到网站上呢 有各个的这个 各个的步骤 对吧 我们说来到funding landing page 最后呢 你去注册成为一个真正的用户 或者是一个member 我们说呢 就得到了你的conversion 一直到你最后收到这个email 对吧 收到email之后呢 我还可以让你进一步的 跟我的这个服务产品来进行engage 这个整个过程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business funnel 对吧 这个也是我们business analytics上面 很重要的概念 所有东西都是从 所有人进来之后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最后的我的这个 inversions肯定是最少的 那么所有的是我们说这个marketing ib testing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当然是为了进一步的扩大 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方法 对吧 那么说和来方的很多不同的手段 ab test呢 就是一个 在你不需要额外化销的时候 可以有机的增长 我们最后conversion 这么一个手段 那么不光是我们说 你可以用ab test来测试 这种静态的display 我们也可以用于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 比方说一个产品的设计上面 我现在比方 比如说我有一个图片下载的网站 对吧 这里呢可以做一个 你可以做一个exact match 我也可以做一个fast match 最后看两种得到的搜索的结果的下载的比率 哪个更高 是不是可以用ab testing来做测试 那比方说我们在什么 mobile上 对吧 mobile上 mobile里面的产品 对吧 这个呢叫做 call for action words 你也可以用一个ab testing的手段来做 甚至你说的text message 这个message怎么来写 这个email怎么来写 能够产生更多的点击域 都可以通过ab testing 再进行测试 好 下面呢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我们说这个ab testing 既然这么好用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用呢 跟所有的实验其实非常类似 对吧 你首先呢要去 它大致流程的就是第一步 你首先要去定义 你想要去看的这个改善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呢去hypothesis change 是什么呢 去进行一些假设头脑风暴 什么样的改变可以 为我什么样的对这个产品的改变 可以为最后的conversion带来提升 然后呢你去什么 你去这个设计这样的新的改变 然后把两个不同的version放到你的产品当中去 最后呢我们说通过一到两钟的时间去跑这个实验 跑这个实验之后 获得什么获得实验的这个样本 对吧 获得实验的数据 最后呢对这个实验的结果来分析 下面呢我们会 我们用一个实验的case 用一个case来对 这个步骤有一个 我们说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对AB testing的步骤来进行一个直观的认识 那我们这case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dataapplicationlab 我们数据学院的网站 我们说呢如果我们想让更多的同学来最后完成 来注册这门课 对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先去想一想 我们从一开始知道dataapplicationlab 到最后完成注册这个 比方说 啊 啊 business analytics BA的课程 中间需要经过哪些步骤 是不是 首先要来到我们的网站上 然后呢我们可能去看这个商业分析师的课程 我们去查看一下相关的内容 最后呢我们发现下面有个在线付款 我们去点击这个三线付款 三线付款之后呢你需要把它什么add to cart 然后呢在这个购物车里面去什么 然后呢在这个购物车里面去什么去完成 我们来到这个网站上的这个网站上的我们说unique visit中间 100个人当中有60个他观看了这个课程 那么60个里面里面呢又有20个点击了在线付款的这个按钮 20个里面呢又有12个人他把这个课程装到了购物车里 12个里面呢有8个同学最后完成这个payment 如果是这么一个final的话 大家先来直观的想象一下 在我不知道其他 其他这个信息的前提下 那么如果我们想来提升这个最后的conversion 最后的这个complete payment 你可能会从哪个哪个阶段哪个stage入手 你可能会从哪个阶段的入手 哎在重点来看能不能提升这个阶段的conversion 你是说我们是去重点看比方说是提高这个visit data application level 他的这个整个visit呢还是提升我们说从第一步到第二步 从这个第二步到在线付款这一步还是从在线付款到 加入购物车这一步还是说从最后加入购物车到complete payment这一步 ok我看有好的同学提到是什么在二和三之间对吧 那么如果让我来首先看这个问题呢 我首先会去大致的算一下你每一步到下一步之间的这个conversion rate是多少 那么这个地方很明显从第二步也就是从这个看这个ba cost到我们在线付款的这一步 当中的conversion rate是最低的明显低于其他的过程 这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可能提升的这个什么 提升的机会是最大的 那么我可能首先回去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提升这一步的转换率 好下面问题来了如果要提升这一步的转换率 大家会去看一下大家会用什么样的metric来衡量这一步的转换率 大家可以定义什么的metric 比方有同学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定义一下这一步的这个 这一步的这个clickthrough rate啊 比方说在所有的这个pageview里面或者uniquefacet当中 这一步的所有的uniquefacet当中有多少人点击了这个在线付款 对吧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一个metric 这个当然可以做一个metric 那么有同学可能想到你 虽然有更多的人他可能点击的来到了在线付款这个页面 但是并不意味着什么新增加的一些人他会最后去完成这个complete payment 是不是会有这种可能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在设计metric的时候呢就得特别要注意 你想要提升的目标是什么 是完全就是提升这一步的转换率 还是说最后的这个compression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这个metric 比方说呢 我可以选择这一步对吧这一步的compression 但是同时呢我也去看我也要去看从在线付款到最后complete payment 这一步的compression 他是不是因为我在对什么ba cost这个page的改变而发生了改变 对吧也就是说呢额外进来的这些人当中是不是能保持住我原来的这个 付款到complete payment他的一个compression rate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什么 比方说我定义两个不同的metric 第一个metric呢看的是从ba cost到在线付款的这个click through rate 第二个metric呢我expect他呢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变化 第二个metric呢我可以去看这个从在线付款到最后complete payment 那么这个呢我的期望他是应该是没有变化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直接去看从这个viewba cost所有用户到我最后的complete payment 看我变化之后和变化之前他的一个转换率有没有变化 这种方式呢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可以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说当然同学提到了我们要怎么来选择metric 或者有什么metric可以选择 我们说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metric都是跟这个conversion相关 你可以用这个click through rate啊click through probability啊 都是一些跟这个我们说转换率相关的一些概念 那么他们呢在这个定义上有细微的差别 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或者是呢这个我们的课程当中呢还会举起来说 那么除了这个conversion之外呢 其实呢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你可以使用的metric 比方说呢最常规的像pageview啊visit啊click啊 都是我们做web analytics最关心的一些metrics 比方说我们跟这个使用的时间 比方说我是一个social media website 我比较关心的你是上线的时间 比方说我是游戏的网站对吧 我想知道你的上线的时间 你在每一个页面停留的时间 如果我是一个什么business 比方说insurance啊 这样的公司呢我可能会关心最后的这个signup rate 你的reving的是多少 如果你是想看广告相关的这个转换率的话 我们常用的一些metrics比方说impression和clicks 最后呢当然说 有的公司呢他会把什么 在多个指标尤其是他进行充足的时候 我们会来建立一个新的叫composite metric 就是把多个指标给他放在一起 对吧做一个计算 比方说你可以甚至把多个指标做一个权重 按照权重之后呢加权之后呢看最后的结果 它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好假设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 我们想要这个衡量的metric就是从什么呢 从一开始到BA这个页面到我们到我们点击在线付款这一步的他的这个转换率是多少 那么下面呢请大家来想一想看 哎你觉得对这个页面呢有哪些改变 我们可能会对最后的signup rate有影响 或者对这一步的转换率有影响 我们来进行一个什么hypothesis的change 或者说进行一个头脑风暴 看看同学有什么想法 举个例子来说呢 比方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比方这个按钮现在是蓝色的 我们把它变成红色 有没有对我们最后的conversion有影响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比方按钮的位置 哎做成一个浮动的 做在页面上会不会对我最后的signup rate有影响 看大家还能想到什么 看看同学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这一步呢主要是说 哎其实我是不知道对吧 什么东西会对我最后的conversion是有一个正常影响 但是我们把可以变化东西给它列出来 进行一个头脑风暴 比方说你可以跟你的产品的设计人员啊 跟你的这个signup engineer做在一起 哎我们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化 好有同学说把按钮变得大一些 所以我们说可以改变这个按钮的位置 或者说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上做一些 说一些不同的highlight 加一些比方说这个同学们求职成功的这个case 对吧 哎或者说我们可以再bold一点 我们把整个页面的底色换成一个白色换成黑色 对吧黑色换成白色 进行护掉 我们可以把立即报名做成一个按钮 是不是可以对我们最后的signup rate有所改变 对吧 而且都非常好 这个呢主要是给大家一个sense 对吧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最先的都是 可以说呢页面上任何东西都基本上都是可以改变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改变的 那我们哎 比方说呢 我这里给大家列了一些 例子哎 比方说这个页面的headline对吧 页面的标题 你的字标题 你的字体大小 你的背景的颜色 背景的背景图片 你每一个这个paragraph 每个文本用的字体和他的这个颜色 你整个page的布局 然后什么呢 具体我们跟说这个call to action cda是什么 cda指的是call to action 也就是我们下面这个button 哎这个button可以总让地方多了去了 你可以改变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按钮的位置啊 颜色啊 他的大小啊 他上面的这个文本啊 这些呢 我们可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通过ab testing 去能够去什么 能够去很快的得到一个有效的结果的 ab testing的常用的这些use case 那么比方说这里呢 哎 我们现在呢 可以来做这么一个改变 比方说呢 我们要在这个control的页面 就是他原来的页面 是吧 是不是有个立即报名 下面一个暂线复发啊 我们现在呢来设计一个叫做variation 也就是experiment 这个上面呢 我把在线付款的付款金额 直接放在按钮的上面 按钮的上面 哎 我们看看这样的改变 能不能对最后的 对最后的注册的人数有一个影响 好 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设计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 设计这个版本了 那么不光是设计一个版本 你在设计版本的时候呢 还需要是不是去 解决一下实验的设计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一想 你在实验的设计上 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哎 这里呢给大家列一些问题 比方说呢 我们需要多大的一个sample size啊 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来去跑这个实验 我们在实验的对象当中 需要用多少的traffic来做这个测试 我们在traffic当中 我们怎么样来把它变成什么 分别放到什么A组 或者是这个B组当中去 我们是不是要确定一下 你实验的范围是什么 是所有的这个用户呢 是所有的这个 比方说是外部版本呢 还是说这个mobile的版本呢 是所有的这个 针对中文版本的页面呢 还是针对中文和英文版本的页面 对吧 那么这里呢 我给给大家来做一个小的demo 小的demo 我们通过呢 通过这个 Google的optimize 也就是Google提供的一个免费的 AB test的工具 我们看看怎么样来实施这个实验 那么这里呢 我已经把我的网站 叫做大数据.com这个网站 跟我的Google Analytics 进行了一个关联 关联之后呢 你可以来到这个 你可以创建一个container 你可以来到这个什么 在这个container里面的 container其实就是一组实验的分组 然后呢对我的当成的这个网站 对吧 就是来进行一个ab testing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先去create experience 我去选择 ab testing class 4号 我想要test的页面 那么我想test页面呢 他已经 因为我已经做了观点 所以他知道的是我的这个index 这个首页 然后我选择的是ab test 那么我去create的这个实验 create的时候呢 他需要我加入一个什么variant 就是你的变化是什么 好 我把它叫做 现在的variant1 现在呢 我看到什么 有两组不同的选择 origin呢 就是我这个原版本的 这么一个首页 对吧 首页上的 有这么一个什么web design conference 2019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by tickets 假设现在我要把这个by tickets来做一个改变 我要把它改成register 我要把它改成register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去edit新的这个variant edit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capture到这个element 直接去edit text 当然我可以这么去直接edit 是因为我在这个ground里装了google提供的这么一个插件 比方说呢 我想把它改成register now 改成这么一个按钮 保存一下 保存完了之后 你可以再 进行一个preview 看看你刚才的改变 是不是已经生效了 对吧 现在我看到是一个register now 而如果你看这个origin的这个版本呢 它应该是一个 它应该是个by tickets 它应该是by tickets 好 两个不同的版本设计好了 之后呢 我们要去做一个page target 就是说 哪个页面来做这个测试 它这里默认的给我放了一个index的page 可是呢我们在实际的过程中发现 你在访问这个因为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是不加没有加这个index.html 对吧 虽然它默认的是其实访问的是index 但是它这个traffic呢可能没有加这个index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个url start with 它为什么呢 就是startwith.com 大数据.com这么一个url 保存一下 ok这个地方我已经跟google analytics做了一个关联 然后呢我需要定义这个experiment 它的objective它目标是什么 这个这些呢是我predefined的一些metrics 那么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直接来选我之前比方说我要像看的是这个这个link 它的click probability就是说所有来到首页的pageview里面有多少个pageview 点击了这个按钮 这个叫做click probability 那你还可以去什么选择additional这个objective 方说我再选择一个看一下 这个页面的bounce rate ok 然后呢你可以去测试一下你的设计是不是有效的 它会告诉你 ok你这个代码是不是已经就准确的签入了 签入到这个因为当中去了 其实呢我是在这个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的网站 所以呢在这个网站的原代码当中你可以看一下 在原代码当中呢它是迁入了这么一个google analytics什么一个什么 script script这段代码呢是跟这个google 相关的也是我之前我说跟这个google analytics绑定的时候呢其实就加入了这么一段代码这样的话呢google它可以track到你的这个页面 它可以在你做abtesting的时候呢把你这个什么不同的variant导向到新的那个页面去 好这些工作的完成之后呢你还可以选这个traffic allocation是想多少的百分比的这个流量流入到这个时间当中去 然后你在什么时候来发生这个事件 然后你在什么时候来发生这个事件 说呢是在page load的时候来 出发这个事件来看到不同的这个button 那这里还可以改变什么你就是说流入到这个网站上去的流量当中 哎你怎么给它分配权重有多少人看到的是这个originar有多少人看到的是variant 好这样差不多了我们来现在来launch这个star的这个experiment 好现在同学们呢可以去访问一下就是大数据大数据中间有加分杠的这个网站看看你们看的 看到的是哪个页面看看你们看到是哪个页面是这个bytex页面呢还是register的页面 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告诉我你看到的是哪个页面 我这里呢也可以来测试一下当然我测试的时候呢我需要去什么 我们我需要打开的是叫做这个incognito为什么用incognito呢 因为只有在incognito的时候他是不记录我的这个cookie的对吧 否则的话呢你打开第一次的时候呢他会在你的这个chrome里面就是browser里面加入一个cookie 这样的保证你在下次再打开同样的网站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同样的一个同样的button 这样的话我就看不到它的变化了 所以说呢我现在第一次看到的是register now对吧register now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session关掉把这个session关掉再打开一个新的我们说新的session也是incognito mode 我现在看到什么是by tickets 这就说明刚才我的这个设置已经生效了已经生效了对吧 好同学反驳也告诉我说有人看到的是by tickets有人看到的是register now 说明这个什么说明这个实验的设置已经生效了 那么这里呢你可以来看一下比方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实施的一个变化 当然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延时对吧 他有个延时所以他没有说及时的显示出来这个当前的页面的访问情况 但是呢我们说可以在这个google analytics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interesting的 interesting information我们可以很快很快很快的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这个其实我没有准备给大家看了 但是现在说到这里的话你可以看一下google analytics的页面 我也是跟这个网站大树G.com进行绑定 你可以看到realtime的overview看看有没有大家好在realtime 实时已经55个55个active user对吧 其中呢有这个90%desktop70%mobile 他的一个pageview的情况大家看pageview一个底速增长 我们来的userlocation我们看到有什么 大家遍布于美国的各个各个东海和西海岸其中好像西海岸偏多一点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还有一个来自于什么去优大的user 这个好像是来自于OK看不太清楚是来自于日本的还是来自于台湾的这个user 大家点击的页面的大部分是这个by tickets和这个index 比方说location 我们有两个加拿大的用户有两个日本的用户一个中国的用户还有一个在荷兰的用户 contents看到页面的情况你的metric total 每秒钟的访问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conversion 就是说我们刚才定义的是不是定义的这个regulating click probability 我们看到他的conversion rate是26.32% 这里还有更多的我们这个user相关的信息 user相关的信息 bounce rate new user停留的时间两秒钟对吧 ok这些信息呢我们时间的关系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你所需要的就是说什么你需要首先你需要自己一个网站对吧 你需要自己网站你一旦有自己网站之后呢 你可以做whatever you want 这个googleoptimize和google analytics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 你只要有一个google.com的就可以了 那我说这个地方他reporting的还是没有出来 reporting看看有没有出来 ok这个reporting虽然没有出来 但是最后reporting呢他其实呢大概是长这么一个样子 他应该会告诉你的是一个 哎告诉你一个实时的你的这个session的 应该是你一个访问量对吧 你看访问量呢根据这个每个周呢是有一个sessionality在里面 然后这里呢他是做了一个这是我结的一个图对吧 不是我我从google上结了一个图 我们说呢是他提供了几种不同的定价的方案 然后看这个不同的定价方案对最后的购买的影响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呢随着时间的时间的这个流逝 这几种方案呢最后的conversion 它是越来越固定的一个范围 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个什么变动的范围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confidence interval是很大的 未到最后呢你随着sample越来越大 我们说这个群职的范围它越来越固定 对吧到这个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全把这几种不同的方案 就可以分开了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他的一个什么conversion rate 以及他的conversion rate对应的什么一个confidence interval 哇ok时间过得好快 嗯好我们最后呢 哎比方说我们实验的最后 有在进行一般来说呢 我们把AB testing的时间放到一到两周的时间 这个时间之后呢我们得到了这么一组实验的结果 哎在这个a组当中的我们有500个不同的visitor 其中的50个fisitor进行了点击 我们说的conversion rate是10%b这个对象呢是有也是500个不同的unique visitor 其中的60个fisitor他进行了点击 那么他的conversion rate是12%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想看我们可不可以说 哎那么b就一定比a好 所以我们就应该选择b这种方案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先让大家来思考这么一个case 假设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不去管这个firing b 只有firing a 然后呢我们重复的去对500个fisitor来进行实验 每500个一组每100个一组来进行实验 那么每次实验的结果的这个转化率 转化率大家想想看是不是每次都是10%呢 还是说他最后的转化率有可能是一个什么 有可能是以10%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分布 对吧 就好像是一个应该是一个binominal的这么一个分布 是一个伯努率的分布 那我们知道的在这个binominal的sample size足够大的时候呢 他的最后的分布呢应该满足的是一个 满足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的这么一个分布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实验的结果 通过这个转化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的这么一个分布 然后来进行分析 但我们知道呢 那么既然他每次实验的结果可能是有差异的 对吧 那我怎么知道你这个a和b这个2%的差异 是因为你的random的sampling 每次实验的误差带来的 还是因为a和b它本质上有所区别 所以带来了额外的2%的差别 对吧 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前者还是后者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不是要去测试一下 你这个结果是不是统计显著的 换句话说我们 我们这个从这个 如果同学过一件统计的话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non hypothesis 对吧 我们首先去假设 a和b呢 这两种ference 它是没有区别的 先假设它是没有区别的 然后看最后的结果 看最后这个结果产生的概率 如果你最后这个结果 它的概率呢是在什么 我们说你定义的这个comfit interval 比方说你定义的95%的 执行区间 如果你最后的结果改变是在这个95%之外的 那我们就认为说什么 说你这种产生的概率 是由 由随机产生的这种difference 这种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推翻原来的non hypothesis 我们就认为a和b它是有区别的 那么反之呢 我们就说 如果你最后的difference 落在这个95%的区间之内 我们就说你的这个结果呢 很可能是由于什么 是由用差带来的 而不具有不具有这个统计学的显著性 对吧 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我们知道要算这个comfitance interval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分布的它的一个mean 对吧 这个分布呢 那么这个分布呢 我们其实是把这个两者的差来做一个分布 就是说两次实验 两次实验的difference来做一个分布 那么既然我们的non hypothesis 认为他们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这个分布的mean呢 肯定是在0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分布的区间呢 我们说是不是满足一个震态分布啊 既然震态分布 我们就需要知道它的standard deviation是多少 那么怎么来算这个standard deviation 我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公式来算 就是用这个p 就是这个pool的probability 就是两个放在一起 它的总的转换率 总的转换率怎么算呢 我们用这个什么 什么两组的conversions 除以两组的sample size 我们得到了总的转换率是0.1 把0.1带到这个公式当中去 p乘上1-p乘上什么呢 这是a这组的这个sample size 加上b这种sample size的导数 算出了standard error是0.019 对吧 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这个95% confident interval 它对应的z score 对吧 我们认为这是个震态分布 震态分布的话 它每一个95%的confidence interval 对应的 然后你是two-tail的 对吧 它是两个two-tail的这种震态分布 它对应的z score 1.96 用z score乘上我们的standard error 就得到什么 是不是得到我们这个error of margin 它是0.0388 换句话说 95%的confidence interval confidence interval的区间 应该是在fall的0.0388和震的0.0388之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实际得到的difference 就是两组的实验的这个conversion rate difference 是什么0.02对吧 0.02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在95%的区间之内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它的这个结果不是什么 没有统计显著性 没有统计显著性 那是不是说这个结果就不好了呢 我们再来看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把现在来做一个什么改变呢 假设我们现在在这个conversion rate不变的情况下 但是sample size增加了 我们的sample size从原来的500和500 变成了现在的5000 变成了现在5000 但是呢这个conversion rate还是保持原来不变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算出一个新的standard error 当然了因为你的样本的样本大小 比原来大了十倍 那么相应的这个standard error 当然就比原来小了很多 standard error小了很多的前例下呢 这个margin of error是不是也小了很多啊 诶换句话说呢 这个分布的区间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非常的狭窄 非常的狭窄 而现在difference呢 狭窄down的什么呢 你这个在5000这个样本的时候呢 你的分布区间是在fold的0.00007 这个位置当中啊 你现在difference的是多少是0.02 对吧 那我们看到0.02 当然是大于远远大于这个 你的95%的company interval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你的结果是statical significant 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你结果是不是同意显著性 关键还是看你的这个sample size 有多少 对吧 那么根据你需要的这个difference呢你可以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在实验之前呢你也可以根据你需要的这个这个difference有多少 是不是可以反过去推 哎比方说你的sample size有多少 需要的sample size才能保证哎 对方说我需要这个2%的difference那么我需要多大sample size才能保证我这个2%出现的时候它是具有统计的限出性的 这个过程呢我这里就不详细给大家解释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一些search 然后在工作当中更多的时候是什么你可以直接在google里找一下这个 a b testing sample size calculator还有一堆的这个网站可以把你给你可以 你可以 你的网站你只要需要给出什么给出你这个 你的这个base的这个conversion rate啊 你给出你这个conversion interval 95%的区间是多少 他就可以帮你算出来需要的这个sample size是多少 OK 看现在可能刚 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那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我今天想要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最后呢有一个slides 主要是最后一个slides 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个a b testing面试当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看看你对他的了解有多少 那么如果你觉得不是很confidence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没有这个自己觉得不是很confidence的话也欢迎你来参加我们这个a b business analytics这个训练营我们会有对每个问题的会有更详细的一个介绍当然你也可以去这个呃 可以去google 可以去google 那么有同学之前问呢 说有什么网站可以学习这些方面知识 有dacity上有一个专门adb弹性的课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这个这个课程呢非常非常非常的详细 是google google做了一个课程 它也是免费的 好吧 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看大概5 因为已经有点超时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有同学问怎么让这个 有同学问怎么让这个 用户随机的看到不同的版本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 这个呢更多的是software engineer的事情 如果你用这个比方说google analytics 它其实是在你每次load这个页面的时候 它去看你是不是一个新的用户 如果是完全新的user新的cookie的话 新的cookie的话 那么它会给你在这个assign一个random的版本是0或者1对吧 如果有多个不同的变化的话 肯定assign一个是 比方说你有三种不同的选择 那么就是0 1 2 这三种当中 保证你呢 在下次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你看到的还是之前的这个版本 比方说第一次assign的是1 那么它其实就记住了 它的这个server当然是记住了你第一次看到的是1 那么你下次打开同样的页面的时候呢 你看到的还是这个1 这个的同学可以试一下对吧 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大数据到com网站是哪个版本 你看你下次的重新refresh的时候打开是哪个版本 如果你把浏览器的历史清掉再打开的时候 看看你是不是有没有变化 有同学问刚才的这个怎么计算 比方说这个0.02怎么算出来 0.02是我们说的这个conversion rate一个difference conversion rate一个difference 我们说呢这个a和b两个group对吧 它的origin呢是10%也就是0.1 改变之后呢是变成0.12 那么它的变化呢是0.02 我们用这个0.02呢 这就是然后用这个difference来做一个来做一个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 对吧 来看这个difference分布 它到底是在 它的0.02的这个概率是多少 如果是多个variation是同时一起测试呢还是one at a time 这个都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当你有多个variation的时候 你的variation是不是对同一个feature的变化 如果你是对同一个feature的变化 比方说你就是测试这个texttext这个文本上的这个按钮的按钮上的button的这个什么text 你现在做的是啊 你现在做的是啊 比方说是注册啊 signup啊 register啊 或者是什么signup now啊 对同一个feature的测试 你可以同时做多个测试是什么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对不同的feature 比方说你同时想要测试什么这个button的 button的上面的text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abama case 他的media这个background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对每一种组合 必须对每一种变化来做一个组合 对吧 必须对每一种变化来做一个组合 这样你才知道到底是哪种组合它是最好的 有同学问如果两个metric一个变好一个变坏 得怎么conclusion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这个呢就牵涉到你的一开始选择metrics时候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可以选择什么 你可以选择一个choose一个final的action 比方说这个例子呢 他会问的比较多 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例子 比方说他什么点击的 从viewba cause到什么 那在线付款这一步可能点击人更多了 可是呢 从到点击在线付款到什么complete payment 这一步点击人变少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在定义这个metric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定义metric 就是去看 从所有的来到这个页面的faces当中 到我最后complete payment 他的转换率有没有变化 他的转换率有没有变化 那可能是这个变多了 下个变少了 对吧 他可能两个balance out 那么对最后的这个complete没有影响 有可能呢 这个什么 这一步他变多的人数 要远远大于下一步变少的人数 那么这个时候总的你这个转换率还是变多的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的话 在这个选择metric的时候 需要看怎么样去选择 make sense 同学问统计的问题 这个 我们说了这个distribution呢 主要是一个binomial distribution 当它sample size比较大的时候 它是近似于normal distribution的分布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z score来算 请问一下主持人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咱们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咱们是到11点 然后这个我看到同学还有很多问题 然后如果要是老师之后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这个问题简单总结一下 然后咱们在这个找一个渠道放在咱们的网站上 然后那这个咱们今天时间也已经过了 那这个暂时咱们就到这边 OK 嗯 好的 谢谢老师 好的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课程 最后祝大家这个 May the thought be with you 好的 力量与你同在 好的 非常感谢吴老师给同学们今天这个非常精彩的分享 然后同学们也是对这个话题 非常感兴趣 然后也是问题非常多 那最后我这边再给同学们分享一下这个屏幕 好的 那如果同学们要是还是对这个咱们这个A-B testing啊 或者数据相关的这个内容很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这个和咱们这个数据应用学院取得联系 然后屏幕上是咱们的一些这个联系方式 嗯 同学可以扫描这个报名小姐姐的这个微信和屏幕左边的许多咱们邮箱电话 以及咱们的官网的一些报名方式 啊 然后咱们这个 商业分析师的课程是上周刚刚开课 然后但是现在同学们感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和咱们取得联系 然后咱们新一期的数据科学家的课程 会在这个5月25号正式开课 如果对数据科学数据科学 感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这个和咱们取得联系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边的下一期的公开课 咱们在下周六和周日 都会有这个公开课 具体时间下周六的上午10点 是这个Uber面试权套路 下周六的 下午7点 是这个DFS和BFS的相关内容 然后咱们下周日的下午5点 是这个老师和同学们讨论一下 在北美读一个数据的 Master学位的相关内容 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呢 还是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行报名和注册 然后以上的这个 我说的时间都是西部时间 但是上面咱们这个海报上 也写了这个东部时间 好的那咱们今天公开课就到这边 然后非常再次感谢这个 吴老师的精彩 和同学们的这个精彩分享 然后感谢同学们 来参加咱们的这个公开课 然后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大家